大家好,我是莉莉,我今天借着读西游记里边的三界拔椒扇 这个是非常著名的,有很多电影都是这样去描述这个故事,对不对,听着吧 唐生师徒离开女儿国之后啊,继续向西走 走着走着,他们觉得天气特别热 大家都很奇怪,现在是秋天,天气应该是凉快的呀 到了晚上,他们找了一个地方休息 当地的老百姓听说唐僧要去西天,都劝唐僧放弃吧 原来附近有一座火焰山,山上的大火一直向西烧 烧了八百里,谁都没有办法过去 一位老人告诉唐僧,附近住着一位铁扇公主 她有一把芭蕉扇,只有那把芭蕉扇可以捕灭山上的大火 可是铁扇公主从来不把扇子借给别人 师父别着急,我认识铁扇公主 她肯定会把芭蕉扇借给我的 说完宋悟空就去找铁扇公主 原来铁扇公主是牛魔王的棋子 牛魔王和宋悟空曾经是结拜兄弟 所以宋悟空认为铁扇公主肯定会把芭蕉扇借给她的 但是铁扇公主是红海尔的母亲 她恨宋悟空,请观音菩萨带走了她的儿子 导致他们没有办法见面 铁扇公主想借着这个机会杀了宋悟空 于是对她说,我可以把芭蕉扇借你 但是你的让我砍几下 宋悟空痛快地答应了 宋悟空的脑袋像用铁做的似的 无论铁扇公主怎么砍,宋悟空都不疼 最后她只好放弃 宋悟空笑着向她要芭蕉扇 铁扇公主拿出芭蕉扇 慢慢地把它变大 然后使劲朝宋悟空删了一下 把它删到五万里外的一座山上 山上住着一个神仙 她给了宋悟空一颗定风丹 宋悟空带着定风丹又去找铁扇公主 铁扇公主刚看见宋悟空就举起芭蕉扇使劲扇 可是宋悟空一动不动 铁扇公主没有办法 只好逃回了自己的山洞里 宋悟空变成了一只蜜蜂飞进山洞里 然后又飞到铁扇公主的茶里 铁扇公主没有看见 拿起杯子把茶给喝了 宋悟空随着茶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 开始又饶又跳 铁扇公主疼得受不了 只好把芭蕉扇交给宋悟空 宋悟空拿着芭蕉扇来到火焰山 使劲对着大火山 火不但没有扑灭 反而越来越大 原来这把芭蕉扇是假的 芭蕉想了个主意 他叫宋悟空去找牛魔王 牛魔王会劝铁扇公主的 可是牛魔王却不愿意帮忙 趁牛魔王不注意的时候 宋悟空偷偷地把牛魔王的坐骑 骑走了 还变成了牛魔王的样子 去找铁扇公主 铁扇公主看见丈夫很高兴 立刻就把芭蕉扇交给了假牛魔王 可是芭蕉扇太大 宋悟空又不敢问怎么变小 只好背着芭蕉扇往火焰山走 真的牛魔王发现坐骑不在了 赶紧去追宋悟空 等他追到的时候 正好看见宋悟空背着大芭蕉扇在走 牛魔王想了个主意 他变成猪八戒的样子 打了很久 也没封住谁胜谁负 天上的神仙正好看见了 他们都来帮助宋悟空 牛魔王被大家抓住了 宋悟空拿到了芭蕉扇 赶紧飞到火焰山 石砖山了几下 火终于扑灭了 唐生和师父们和徒弟们 继续向西天走去 所以呢 宋悟空还是拿到了芭蕉扇 继续把火 扑灭他们 师徒四人 继续向西走去 好谢谢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莉莉这故事 就帮我点赞订阅 还有分享吧 好谢谢 拜拜 拜拜